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八零,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素素青阳,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感谢您的收听 第472集 汤红恩过来的时候有点晚 小王是中午过来问的 汤红恩到华清大学是晚上七点 他没有让小王送,是自己坐公交车过来的 夏小兰在说好的校门等 汤红恩迟到了近一个小时 天色都暗了 夏小兰才看见有个人从公交车上下来 瞧着挺眼熟 汤叔叔 汤红恩对这个地方好像还挺熟的 视线落到夏小兰身上 递给夏小兰一包东西 等久了吧 看完会太晚了 路上还耽误了点时间 汤红恩没让小王送着来 他这样的级别到了京城 这边的朱经办肯定会解决出行配车 但汤红恩却选择了坐公交 没等多久 我带您去吃东西吧 然后在校园里转转 看起来竟然真的是特意来看他的 汤红恩给的一包东西是加工过的虾干 不用再煮 直接就能当零食吃的那种 就是分量不轻 足足有四五斤 靠海的地方 海鲜没有内地贵 但这么多虾干 夏小兰一个人也吃不了呀 汤红恩好似随口一说 可以分给同学一点 你这么聪明 不用我教你和同学相处吧 在华庆怎么样 还适应吗 学校食堂都没什么吃的了 学校外面有一些小店 是民房改的 夏小兰为了和老同学打成一片 很少到校外吃饭 没什么菜单的说法 吃什么就让老板现做 常见的食材老板都能找到 菜的价钱是按分量来的 十分随心 汤红恩的胃不好 今天晚饭时间也挺晚 夏小兰要了两个清淡的小菜 让老板给汤红恩上的面条 两人一边吃一边聊 基本上夏小兰说的比较多 汤红恩对他在华庆的生活 还是比较关注的 夏小兰呢 想来是报喜不报忧的 不过对着汤红恩 他却有一股倾诉的欲望 华庆的一群人都很优秀 超过了夏小兰的预期 而他在华庆也没有别人看起来那样顺利 我看你也参加天安门的庆典游行了 西夏老师对你是不可能有意见的 如果他们对你有意见 有人在背后为难你 那你根本不会有这些机会 汤红恩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 夏小兰虽然聪明 在他看来毕竟是个小姑娘 做生意可能是头脑很灵活 但一些体制内的规则 夏小兰理解得一知半解 说到底 华庆也是一个大的行政体系 个别老师对夏小兰的评价 不可能影响到所有人 除非是夏小兰刚进校 就有校领导在针对他 那就更不可能了 先别说夏小兰有没有机会得罪某领导 真是领导想为难夏小兰的话 他在华庆不可能得到任何机会 可现在 他能参加游行的仪仗队 还拿到了军训优秀毕业生 就能排除被某领导讨厌的选项 领导才没有空去针对某个学生呢 他们想的事是更高层次的 夏小兰其实也这样想 却没有汤红恩说的肯定 你呀 不要太滑头 有不明白的就直接去问 把你做生意的那套收起来 看看别的学生怎么做 你就怎么做 聪明过头了 心思有点散 唐红恩知道夏小兰的行事风格 做什么都目的性太强 和成年人打交道没问题 在学校还是别那么多弯弯绕绕 有自己琢磨的功夫 不如直接去问问 对他态度异样的老师 学生的身份就是便利 哪怕问错了 误会了 老师还能和学生计较吗 做学生 不怕被贴上笨的标签 也不仅是做学生 做别的事也是如此 把自己看得笨一点 把别人看得聪明点 并不是受委屈 说到底 学生还要看在学业上的成绩 你还是没想明白自己想要什么 人在迷茫期 所以才摇摆不定 唐红恩的一番话 说得夏小兰不敢滋生 因为 汤红恩说得对 汤红恩也是点到为止 很快又换了话题 不过 你也不用完全学别人 何光同城可以 做人也得有自己的态度 你就是你 你变不上别人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 就你说的 那个特别优秀的同学 叫 您学的 别人确实有那个条件 你不用羡慕别人 生来就有的东西 只要你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 再过几十年 你可能比宁言凡老先生 迷茫期还大 学建筑不一定是对的 人总要试过才知道 自己擅长什么 唐红恩相信 夏小兰选择建筑系 肯定有他自己的想法 能学好就学 学不好 总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吧 不能只盯着宁学笔 宁学那是家学渊源 夏小兰应该给自己 设定小目标 一步步地去解决 嗯 谢谢唐叔叔 我要仔细想想您说的话 这就是比给机会拿工程 还亲近了 汤红恩轻易怎么会给一个学生解惑 夏小兰很是感激 汤红恩把饭签结了 让夏小兰陪着在华清里逛逛 夏小兰还说天色暗 如果您明天有时间 白天来就更好了 不 晚上也挺好的 汤红恩打亮着校园 路灯昏黄 晚上的华清园也别有一番风味 夏小兰在路上遇到了同学 也大大方方打招呼 汤红恩都静静在一旁没打搅 一路走一路介绍 到西大操场的时候 夏小兰就说 在这里举行的入学典礼 这时 熊百言和几个男生抱着篮球走过 纪江源也在其中 和人嘻嘻哈哈打闹着 汤红恩的脚步不由一顿 他没有想到 真的会遇到 华清园这么大 学生这样多 他只是逛一逛而已 纪江源走过来 夏小兰同学 你不是要努力看书 敢超宁雪吗 怎么 才坚持一周 就不想当天才了 汤红恩的心咚咚跳 夏小兰心想 纪江源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这人的绅士风度 是不是喂狗了 他发现汤红恩没跟上 扭头一看 他好像浑身都在轻轻站立 汤叔叔 你胃又不舒服 纪江源抱着篮球 发现夏小兰身边还有个人 原来有长辈在 他刚才说话 好像有点不分场合 夏小兰 你叔叔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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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